闭关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一份膝壤被吸收了 所以我猜 女娃应该醒来了 福西似乎只是直白地回答 并没有追问张三 为什么已经到了 却没有给自己御服传讯的事情 后者出于私心隐瞒消息 正愁没法解释 既然大神不问 他自然也不会上赶着找死 乐德庄不问 不记得忙转移话题招呼福西 祖神来多久了 喝水没 吃饭不 坐飞机来的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到个时差 啊 二郎 你没事就先回去吧 娘这里不用操心 这是顺便转移自己儿子 同时表明扬言出现在这里 是为自己而不是女娃 扬言瞇了瞇眼 看看福西 手往兜里一插 突然往门边一靠 都到吃饭时间了 我还饿着呢 这意思是要蹭完饭才走啊 风小小瞬间感动 果然好机友就是靠得住 虽然之前一直推脱机歪 但关键时刻还是不掉链子的 福西看了看扬言 中眉似乎是略微回想了一下 你就是二郎神 那个什么天庭里执掌天条的司法天神 张三如同每一个喜欢炫耀自己孩子的白痴母亲一样 很是得意地显摆着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出血儿子 是啊 祖神 我儿子在天庭很厉害的 所有神仙 只要触犯天条 就得到他手下扶罪 基本上天庭里的事情 他都能管点 是啊是啊 类似我们这儿的城管 风小小帮忙提出一个更有威慑力的比方 扬言 福西似乎没听大明白 但是反正他也不很感兴趣 于是只敷衍地点了点头 而后拉着风小小的手就往里走 笑得十分治愈高傲 我的小蛙还是那么喜欢小辈 不过我不希望再看到你 为一些无所谓的蝼蚁现身补添什么的 反正不过是人嘛 死光了再捏一批就是了 原本的福西作为祖神 其实也是一个心胸十分宽伟的创世祖神 可是在他眼里 更重要的显然还是自己妻子的事情 这个其实很好比较 老婆是自己的 世界是大家的 所以女娲造人的时候还好说 但是现身补添这程度 就有点让福西无法忍受了 于是从那时候起 福西的性格就有点变化 说是偏执或是独占欲 再或者是领土意识强盛都可以 反正在平常的时候还好 但是只要一遇上和女娲相关的事情时 她就显得有些异样占有欲 这也就是张三为什么会说觉得对方有些和想象中不大一样的原因 被无视了的蝼蚁扬言撇撇嘴 无所谓地跟在两个人后面走进了屋子 张三噎了一下 有些忧心忡忡的也跟进去了 风小小虽然不大自在 但毕竟福西也不是大家敌人 适当戒备一下 只是怕莫名其妙被人推倒 并不是说拿对方当洪水猛兽 于是别扭了一下 觉得还是应该缓和一下气氛的风小小 找了个话题开口 那个小江怎么样了 刚问到这里 小江的房门就被推开 而后哭得眼睛通红 腰间别两把匕首 在家背上三把长刀的 清秀勉腆小男生 手拽两把蛇行取刃 抽叶地走了出来 在哪 神啊 你怎么回来了 感情人家刚才哭着的时候 也没闲着 一直就在挑选刷boss装备 不想去考虑这些 看起来就很危险 锋刃上还闪烁着 幽蓝色光泽的管制刀具 是什么时候被江里搬进 淘一把坊间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这种类似挑衅的动作 当着福西面前做出来 真的没有问题吗 虽然风小小很感动于 对方的尽忠职守 只是因为自己拜托过一次 就这么努力 但是她的本意真的只是想让双方互相撤走平衡一下 而不是要打个你死我活 最后大家一起玉石俱焚 小柔 你等一下 还没等风小小纠结完 江里就已经又开口了 可能是前者的到来 给了江里勇气 红着眼睛哭得满脸委屈的清秀少年 一抹眼泪提起匕首 深吸一口气倔强果决地瞪着福西 我这里一会儿就好 一会儿就好 风小小张张嘴 刚想说点什么 江里身边一片浓重的血色 已经弥漫渲染了开来 血色的浓雾卷滚沸腾着 将它整个人都盘卷了起来 一丝丝血色将原本清亮漆黑的双眼 染成了沙漠的新红色 嘴唇张开露出锋利的獠牙 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声 滚雷般震荡在空气中 两只尖锐的弯曲羊角 从鹅顶渐渐顶出 本来认真倔强的表情 渐渐变得狠力而疯狂 犹如嗜血的魔神 呼吸 血雾散开之后 露出的只剩吃油 而不再是江里 令人见耳胆寒的上股魔神 一见到福西 眼中的血色煞时间又浓郁了三分 口中冰冷研磨的声音 似乎把对方的名字 咀嚼咬碎之后 再狠狠吐出来的一样 这是谁的法神 福西不是很感兴趣 似乎是看在对方会变身的面子上 才多看了他一眼 神 不对 魔神 赤油嘲笑般的轻轻冷笑了一声 紧紧盯住福西的眸色一沉 深周的血雾也渐渐浓重骚动了起来 似乎里面藏了一头叙事待发的凶兽 随时会从血雾中冲出来 责任而逝一般 见到这样情景 风小小顿时闭嘴了 若有所思摸摸下巴 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是相爱相杀 和我没多大关系 原本以为江丽和福西打架是因为自己的拜托 但看到赤油现在这副深仇大恨的样子 倒好像是他本身就和福西有什么渊源一般 扬言恨铁不成钢 早叫你多看点书 没文化害死人 神话中有一种说法 认为女娲补天成圣后啊 福西没有圣位而转世投胎为人 后来成为第一任任皇 也就是皇帝 当初和赤油掐架 征地盘就是皇帝 你觉得他们之间有串没串 不对啊 不是说福西是创世祖神 风小小惊讶 张三顶着两圣古神对质去长的巨大压力凑过来八卦 那只是一丝残念 女娲补天之后 福西本体就长眠了 但以她的神通 自然还有身外化身 娃娃 你也有啊 你补天之后 办了阴伤时候 不还跟了咒王和狐狸精们一把 那也是身外化身干的 本体不在的时候 原本造化中应当的角色职责 自然要化身顶上 这就跟庙里供奉神佛 也只是供奉神佛的精神塑雕一样 只不过福西看不上女娲的化身 人家想要的是正品 所以这会儿在化身继承女娲神位的情况下 自己也留个化身撒手睡了过去 也就是说 福西的化身转世干掉了吃油 所以现在俩人关系才这么紧张 风小小似懂非懂 听起来就是很深奥的事情 反正不管是正牌货 还是法身残魂 想不通的 就当跟自己没关系就对了 那么说起来 小江也很厉害嘛 居然能和福西掐屏 唉 你想得太简单了 张三叹息个 都说了 那只是化身转世 福西一丝残念 都能和吃油打得你死我活了 更别说现在福西还是本体 而原本的吃油 又只剩转世残魂 这次消彼长的 后果很让人不敢想象啊 果然 话音刚落 吃油已经怒吼一声 抬起匕首 血裹着冲天的血腥 力气以风离之势 向着福西冲了过去 可是仅仅一个照面的瞬间 他就已比冲上去时 更快地速度 被一条青色蛇影 抄打了回来 其力道之大 竟然直接嵌入了地板中 一米来深 等荡起的陈辉落定后 只能见到一个 倒霉的羊角魔神脸朝下 被砸趴在大坑中 久久不动 众人 本尊果然比化身厉害得多呀 风小小感慨呀 扬言力持镇定 想点根烟平静一下 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被秒杀已经很没面子 先不说 更倒霉的还是脸朝下呀 江 吃油 风小小想了想 本着友爱精神 还是蹲到坑边冲里面 喊了声 你没事吧 还有知觉吗 需要治疗吗 纸巾要不要 至少可以擦个鼻血 坑里的人保持原姿势一会儿 而后默默爬起 搭着脑袋背对大家 坐在坑里沉默了半嗓 深周的血雾 一丝丝缩回了 有些消瘦的身体里 头上顶出的弯曲羊角 也慢慢地收了回去 不一会儿后 正想着要不要再喊几声的 风小小 突然听到坑底传来 可疑的抽气声 如同小动物被欺负般的 委屈乌叶般 再接着 清秀腼腆的小男生 总算是站了起来 转过身 窃窃抬起眼皮 飞快看了风小小一眼 咬了咬下唇 小男生 湿漉漉的大眼睛 已经蓄满了水气 对 对不起 哼 他真没用 嗯 没什么关系 风小小雨塞了个 想想应该鼓励一下小男生 于是再加剧 下次继续努力 其实你很有浅 力的 话还没说完 小男生似乎是终于按捺不住 内心的愧疚感 已经呜哇一声 抬起胳膊 蒙着眼睛转身 跌跌撞撞地哭着 跑回了自己房间 累奔了 杨烟叼着烟头 已经彻底麻木 每次看到身为吃油的江里 哭成那样 他都觉得很伤眼 嗯 依依同情看一眼江里 房间被砰的一声 关上的房门 之前 他也奔了 只是 这回好像更惨天 风小小看了看 这俩没同情心的禽兽 彻底无语了 等到又过了好一会儿 江里的情绪 终于稍微地平静了下来 再加上风小小居中 调和了一下 并未双方做过 正式自我介绍之后 大家这才能和平 坐下来全数共处一室 长期储存在桃一巴的 大批神话故事典籍 被派上用场 福西有一本没一本的翻着 皱着眉头一副用足 耐心按耐的样子 凡人们都很喜欢编故事 一部分是大家 打发时间用的故事 一部分则是宗教 或者统治者 宣传统治需要而篡改 扬言抬起一杯咖啡解释 听说你醒了 也有百八年了吧 应该了解一些吧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福西边说边将目光温柔 转向风小小方向 很明确表示出了 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风小小摸下胳膊上鸡皮疙瘩 默默坐远了一点 福西也默了默 而后有些困惑地 将头转了开去 看眼张三 后者接收到目前boss信号 顿时在沙发上 收复挺胸坐的笔直 同时目光闪了闪 微不可见地悄悄点下头 表示自己明白boss的意思了 转而别过头去 转移开了风小小的注意力 福西再默 频道信号接收错误 一会儿自己还是直接打人吧 适当的闲话交流感情之后 现在这时间差不多也快到午夜了 大家似乎都需要一点休息时间 调试一下疲惫的身心 于是约定好第二天上午 再说各自最近情况后 就个人回去了各自的房间 福西理所当然分到最靠近 风小小的一间客房 虽然他原本是想跟进后者房间 直接同住的 但在风小小坚定决心下 在家他也有些事情想问张三 于是终于双方各自妥协一步 住了个邻居隔间 为什么我觉得小娃对我生熟了许多 福西按着眼角的天青色蛇纹 温柔的语气中带着些困惑 他就算对着其他任何一个人 也比对着我要熟人得多 难道是怪我来得太晚 还是说 目光突然有些冰寒 福西咬着牙似乎要从齿缝间 蹦出冰渣来一样 还是说他依旧把那些凡人们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个人认为 这一世的女娲 似乎没有那么无私 至于说生疏 张三默了一个 忍了又忍 终于还是没忍住 祖神 难道您就没觉得 您之前的行为 已经差不多等于是性骚扰 祖神 我错了 您那个绝对不是性骚扰 福西间有点小情去是正常的 这实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嗯 福西缓和了脸色点点头 而后又咨询 你已经来了几天了 应该对小娲有些了解 她是不是在害羞 张三想哭了 她好歹也是天庭云华市长 堂堂二郎真君亲娘 能不能别把她当知心姐姐使啊 这 这个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觉得您可以循序渐进 就在张三帮着福西出谋 画策如何重追爱奇之 要点一二三四五时 第二天 还没等福西来得及施展 陶一巴就迎来了上门客黄庸 不真 风小小愣然的一阵 我忘了还有这回事了 嗯 这么一想的话 似乎还有个厉鬼 今天行程很紧张啊 本来福西上门就已经够麻烦了 本来是想大家谈一谈的 看来暂时是不行了 风小小想了想 现在就出门 我特意推了两个会议 赶今儿一大早上门 黄庸为这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 无语了一下 潜台词大概是在说 她的时间也是很紧张的 不现在出门难道还散个步 丢个垃圾顺便留下狗再说 江里非常勤奋 一大早就起床在院子里锻炼了 嘿嘿哈哈的打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竖起来的木桩 明明昨天睡觉前还没看到的 身形动作的速度快到都快出现残影了 时不时衣服中还这里抽出一把片刀 那里弹出一根尖刺的 看来福西对小江刺激相当之大 但是一想到等级压制 风小小就突然悲哀地预感到 江里想反推福西 似乎是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了 小瑶 见到风小小带了黄庸进后院 江里马上收起了拳脚 练功练得脸蛋红扑扑地想跑了过来 羞涩问 你要出门吗 嗯 你今天不上班 风小小随口回问了句 马上就去了 江里看看时间 儿户略有些迟疑地犹豫了一下 要不然我还是请个假吧 一想到还有福西这么个危险人物在风小小身边 江里顿时觉得十分担忧 那倒不用 反正以后还要长期相处的 早点习惯也好 风小小无声叹个 再说你不还在实习期呢吗 江家次数太多会影响考评的 江里本来就是那种怎么看怎么税嫩的小男生类型 清秀干净的脸上还带点可爱的婴儿肥 这会儿文言皱成一团 突然让风小小恍惚有种看到软糊糊小动物的错觉 成绩太差了 实在是不好办 可是你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呢 风小小干咳了一声 没关系 有二哥呢 可是事实证明 二哥是十分靠不住的 对于一个正常起床从没早于过十点 就算起来也要低血糖暴躁一段时间 由于太熟之后 对方根本懒得跟你讲风度的男人来说 想让他早上陪你出门 做梦 江里已经赶去上班了 扬言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才会醒 依依还要开店 福西 这个不提也罢 算了 就咱们去吧 正好回头可以去看看熬哥 本集演播 曼猪尔 班砖道长 曲曲 蓝玉尔 雪儿蜜朵 隔壁张老三